。 。 如果有一天在家裡面你要做菜 你希望做個涼菜 但你又不要太麻煩 你可以試試看 我今天要分享這一道 它叫做麻香手絲雞 那這個是一個雞腿 外面都有在賣 你就直接用外面現有的雞腿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用手把它撕下來 雞胸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雞腿對你來說太heavy 你覺得你在健身啊 你覺得雞胸比較好 也沒問題 那這個是滷好的雞腿 你也可以說我把雞腿拿去水煮 直接這樣做也可以 那很多人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不用切的 那其實撕的跟切的還是有差 為什麼因為撕了之後勒 它的整個那個線會被你撕成一條一條的 那在那一條一條裡面 它就會很容易會把醬也沾在裡面去 所以吃起來的時候就會每一口 的味道會比較好一點 要再細一點你就花一點時間 可以用叉子 你只要順著紋路有沒有 用這樣 把這個 雞肉撕得很漂亮 像這樣有沒有 很漂亮 這是手撕的部分 把它放在一個 碗裡面 那接下來你可以把 蔥絲放進來 我今天放的是香菜跟 蔥 你如果說你希望你的蔬菜感 再更好一點 你可以放小黃瓜 可以放這個 紅蘿蔔 然後蒜頭 我在這邊把它切成細絲狀 也可以放進來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調醬 首先來 堅果 一匙 然後醋 這個醋大概可以一匙半 醬油 半匙左右 香油 一點點 然後來點糖 糖大概半匙 把它拌勻 拌勻 接下來就是把它倒進來 然後把它拌勻 想要放一些飽足感的東西 你可以放一些那個 蒟蒻絲也可以 放一點豆干 它也沒問題 那最後因為希望有點紅色 所以來一點點辣油 點綴一下 好我們的手撕機 就完成 吃吃看